看下子 这就是我的问题 这个时候我看到 Tank Kausen Tank Kausen 它还在扫描 肚子扫描到我这篇信息了 肚子扫描到我这篇信息了 但是现在我看到场景还是同当 昨天前天差不多 我还是背对着他 没有主动迎接他 背对着他 这样的 是这样的 也许是性格账荡 又这么一回事吧 当年 我认识我日本妈妈的时候 刚认识没多久 她邀请我去日本 然后信上告诉我 她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那个 拯救 哎呀 我想我拯救子学的里面还没实践呢 还没实习过呢 我假如说 马上去日本的话 她会让我 一看我不会打拯救的话 她因为特别喜欢拯救嘛 她以为中国的学艺的人都会拯救 那么中国以来会让她狠什么 所以那她怎么要求我过去呢 我就不敢过去 我想等到我实现好了 实习过了 能够会拯救了以后才敢过去 这就是我 然后我看到别人会的技能 我不会 那么 我有点 担心 紧张 那么 我如果要面对她的话 那我一定要口语好 愿意口语好 能够 对她的物理 基本上达到这种水平才面对她 所以我这段时间抓紧练习 抓紧练习 因为练习好了以后 再转着面对她 就不会让她失望 不然的话我自己讲的事情 都自己描述不清楚 怎么会让她失望 所以这段时间 真的是把口语练练习 练练习 练练习 因为我这边在华人餐里面 练习的机会很少 好 当然现在要解决这些问题 练好口语 练好听力 然后未来的 未来消息就能 被外星传消息的时候 能同步 啪啪啪啪啪啪 天上好多那个外星在库场 在库场了 在库场了 好 那我知道了 当地要解决的这些问题 就是开始练口语 练好 听力也好 这样能够 很流利地通 他们交流的情况之下 能够把信息慢慢穿出去 原来还隔离到屏障 我这边同外星之间的屏障 都不存在 随时可以沟通上 但是那种地球的沟通 确实有很大的屏障 一个是信息太超线了 另外一个 遗言上面 要同一门之间就完 遗言上面 好 明白了 今天13号 April 世界13号 都练习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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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